好了 現在講這個第八貨的Shares and Bonds 即是債券 股票和債券的分別 Bonds可以叫Debentures 不過現在這個字比較少 公開市比較少用 它也是一個有家公司可以發行的工具 用來增加資金 兩者有什麼分別 Shares有時候叫Stock 不過Stock其實比較廣泛一點的意思 所謂證券也叫Stock 只是用Shares比較好 股票是一個ownership的certificate 證明你擁有家公司 由家公司issue發行 讓那個擁有者 我叫Shielders 證明他擁有公司 亦可以分享公司的利潤 Bonds可以叫Debentures 債券 Certificate or Debt 即是一個債務證書 證明你借了錢給公司 你也可以在期間賺取應有的利息 Interest 或者你到時到達到Mature Date 即是叫做到期日 或者當你的債券Mature 即是到期日的話 公司需要屬回你的債券 叫Redemption 所以屬回債券之外 給你那些債券 原本本的本金多少錢 就是還債券 如果有些上市公司發行的股票或者債券 其實是有一個股票 可以在股票市場 或者債券市場公開買賣的 即是如果你上市公司的話 發行的股票或者債券的話 例如這張呢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但現在是電子化 香港Bang即是回債券 是一個上市公司香港的 發行的股票 證明你是哪一個擁有 你買了多少股 例如股票是一手一手買的 例如不同的上市公司股票 一手代表不同數量的 例如香港Bang 一手股票是四百股的 不同公司 地鐵好像一手 就好像是一千還是五百股 忘記了了 即是每一手一手買的 這個新世界 新世界一千的 每一手股票 一千股的 那DESOR 不同的人 這個阿吳Sir的 不過這個已經不在那裡住了 很久以前 現在很少去拿實體股票的 現在通常是電子化的 即是在股票 聯合交所 有你的登記就可以了 就證明是哪間公司發行的 你買了多少股 股票 如果你買了股票 就證明你是那間公司股東 你其中一個Owner 這個另一張 這個一手都是一千股的 你看看 這個是長江十月 整個紀錄 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在一個桌子可以看到 首先 對於Owners 來說 是什麼身份呢 Share 我叫做Shareholders 它是公司的Owners 擁有公司 它叫股東 Bongs 擁有公司叫Bongholders 叫債券持有人 我們是Creditor Creditor 其實是債主 Servor 如果欠人錢 這個債子叫Depters 另一個就是Voting Rights 有沒有投票權 所謂在股東大會 你投權 因為Shareholders 是股東 你是Owner 你可以在Shareholders 在股東大會 投票 但是 債券持有人 不是Owners 所以 你不可以在公司 股東大會 是股東大會 不讓我去 然後 然後 Returns 看看前面有沒有 要我等 看回到 對於你的回報 兩個都不同 Shareholders 買股票 覺得到那個收入 叫股息 叫Dividends 就是 公司如果有錢賺 將利潤 在這個 董事局 管大會 裡面 投票決定了 有決策之後 將利潤 分給股東 股東 得到那個 收入 叫Dividends 叫股息 例如Dividends 未必有 公司沒有錢賺 蝕錢 未必派 就算賺錢 如果做得太少 都未必派 給股東 怕多少呢 是由那個 賭市局決定的 至於 幫債券 持有人 得到那個 收入 叫Interest 就是借錢給人 得到一個 利息 利息 是一定要給的 就是 你買債券 寫明的 多少都是你 定了的 你買債券 定期給你的 無論 公司虧錢 或者賺很多錢 都是 那麼多 大家一定要給 不可以不給的 所以呢 那些Dividends 股票的收入 回報 它那個 視乎家公司的利潤 一般來說 如果利潤很多 很多的話 可以收到很多 股息的 但是 有空 視乎家公司的政策 Dividends policies 就算有錢賺 是給你的 給多少 都是它自己 賭市局決定的 但是 債券 通常都是固定的 利息 定了 每年你那個債券 收到多少 利息 就這麼多 公司沒有錢賺 都要給 就算賺很多錢 都是給你這麼多 所以呢 通常你買股票 它的回報 是比較 買股 投資 比較風險高些 因為一來未必有股息派 二來 你的回報 Return 收入 那些股息呢 是不穩定的 不是固定那麼多 我們說 風險通常 投資風險 就大一點 相反你買債券 因為你一定有利息收 所以這個 就比較穩定一點 回報 所以我們說 投資風險 在回報方面 就比較低一點 跟著看 跟著看 那個 Maturity 有沒有Mature 有沒有到期日的呢 對於這個 Share來說 這麼快 對於這個 股票來說 它是沒有Mature 沒有到期日的 因為你不是 借錢給那間公司 你是老闆來的 公司不倒閉呢 這個Share都 仍然存在 但是對於Bond Holder來說 你的債券 是有到期日的 叫Maturety Data 叫Mature 即成熟 即到期 那一個 是需要 那個的 跨行公司 是要Redeem 你的股票 你的債券 Redeem 即是熟 即是還債 即是還本金 給你 那最後 當間公司 是Liquidation 清盤 即是倒閉 哪一個優先 拿回這些錢 你的資金 那Shareholders 因為老闆 是最後一個拿的 即是當錢還了給別人 甚至還了給債券 最後你才拿 隨時 那間公司 資不抵債的話 你要Shareholders 沒有錢收 但是Bond Holder 是比Shareholders 的 那間公司還了其他東西 之後 還有錢剩 就要還給Shareholders 他是一個普通的債權人 但是他始終 如果有錢剩 是要還給債券潮的人 先的 先給Shareholders 我看看那個MC 你自己做了先 這個Shareholders 是Diffin份 的Bond Holder 有兩個不同 你自己看看這邊 好 好 對答案 A Return to the Fommer 即Shareholders 是高一點 未必一定 因為看公司的股息 不是 未必有的 可能低很多 所以 未必一定高 如果是說 Potential 可以高一點 但未必一定 可能沒有股息派 A 就錯了 但是Bond Holder 一定有股息派 所以未必一定 是高一點的 B The Fommer bears 即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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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tock Exchange while the later cannot 未必一定 如果是大家 上市公司 發行的股票債券 兩個都可以 在 交易所裡 自由買賣 D The Fommer is not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any's daily operation 前者 就不可以 其實 不是的 兩個都未必可以 因為兩個都是有限公司 看進入到董事局 所以兩個都未必可以參與 Yurt Sir的運作和管理 所以答案應該是 B OK 應該沒有MC 第二個 好 跟著 剛才 有人都說過 一家有限公司 如果是liquity 清盤 即是說是倒閉 那誰先拿回資金呢 留意 第一個 原來是secure creditors 所謂secure creditors 就是債主 它的債務 它那個公司的資產 是掛勾了 即是有抵押的 那要把抵押品 賣去那筆錢 就要先還這些債主 然後第二個 就是liquityors 這個就是清盤的人 通常會派一些清盤人 或律師 或者會計師 幫你搞公司清盤 即是賣資產 再把資產分配給人 得到錢 那要先收薪 第三個就是政府 如果欠政府錢 政府也有權先拿 當然僱員也有 而其實有些僱員補償 即是說 犯規定僱員 最多可以拿兩萬 還是什麼的 那個薪金先的 如果都超過了這個數量 就判成一般的債主 那些僱員 接著就還有指證 就被一些unsecure的 creditors 即沒有一些 資產抵押的債主 例如這個債券 持有人 其實有這個 給他們先的 還有錢剩的 最後呢 先到股東 他要將公司清盤 拿回一些資金 就是遲過 bondholders 因為他經常問的 所以這個也代表了這個火車 誰要先拿呢 第一個就是 secure creditor 即有抵押的債主 第二個就是 清盤人 liquidators 跟著政府 和employee 就是僱員 最後第四個 unsecure credit 包括了 bondholders 其實最主要記得 最後兩個 最後才是shelders 所以記住 shelder 是遲過bondholders 拿回一些錢的 當公司清盤 所以很簡單的答案 譬如這個 有priority 有優先 claim claiming 就是得到 那個公司的物業 財產 都是win up win up的話 being win up 即是失落的話 當然 priority 就應該不是shelders 最後的嘛 debondholders 是先的 manager 是僱員 僱員 都是屬於 正 給這個 unsecure creditor debenture 就是bondholders 最早 應該是secure creditor 有抵押的債主 要先把抵押品賣掉 抵押的資產 抵押的資產 是要還給 得到的金錢 要還給有抵押的債主 最遲是shelders 特別留意這個 究竟發行股票 經常問的題目 公開市 就問你 有兩方面的 一個就是 對於公司來說 究竟發行股票 給發行債券 好處 還是不好處 應該考慮什麼問題 另一個問法 就是投資者 特別是小投資者 究竟要買一家公司 發行的股票 還是債券 各自有好處 不好處 我們要回答相對問題 有時候要解釋 為什麼 如果題目是兩分 一個point 答案是 來了 這些次序不太對 sorry 不過我先看一看 都照做了 就講的了 第一個說 發行股票的對決公司 不是買股票 發行股票 給發行幫好處 其實 就等於 你買幫 給發行股票的好處 我們兩邊一起看 第一個發行股票給買幫的好處 不是給賣幫 發行債券的好處 第一個 你買股票沒有interest burden 就是沒有利息的責任 或者負擔 因為你不一定要給利息 你只是給dividend 那些股息給股票 但是你可以不給的 不需要 但是給利息一定給 所以 所以 這是一個發行債券 對公司來說 的不好處 你有interest burden 無論公司賺不賺錢 或是虧錢 我們都要每年 還息給那些bound holder 所以 就不是那麼好 第二個 對家公司來說 來講 一樣 發行股票給債券的好處 就是 no redemption ordigation redemption 就是屬回 ordigation 就是責任 沒有一個屬回的責任 所謂屬回的責任 你到時候 股票沒有一個到期日 你不需要還資金給股東 但是bound holder 反而是有的 對於 對於 issue bear 發行債券 對公司來說 相對於 股票來說 不是不好處 是缺點 有redemption ordigation 如果發行債券 因為 bonds 是有maturity date 會mature 會到期 到期日 要還資金 即是本金 所以 就要 預備不錢來還 發行股票 就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這個責任了 然後 接著又 發行股票 給這個發行債券 或者債券 給發行股票好處 第三個 發行股票 回到前面先 發行股票呢 就會減低 debt to equity ratio equity 就是資產 債券 債券 債務 對資產的比例 因為發行股票 不會增加債務 所以 反而 你的資產 會多了 發行股票 會減低 所以 如果公司 沒有那麼多債務 對銀行借錢 容易一些 相反 如果發行股票 如果發行股票 債券是屬於公司的債務 要還債的 反而會增加了 debt to equity ratio 債務 債務 對相對資產的比例 什麼重磅 什麼重債 你就比較難 去銀行借錢 因為銀行怕你 到時 支不抵債 他未必有錢收 所以就比較難 去銀行借錢 第二個部分 反而 當然 看看e-suit share 和e-suit幫 對公司的 不好處 不好處的話 share 對 發行股票 對公司的 不好處 次序 不是很對 出來的次序 第一個 因為 你發行股票 變成你會 對於現有的 股東來講 他的擁有權 比例 我們要溝炭了 通常用一個 dilute 這個字 溝炭 因為多了股東 可能你投票的權 那個百分比 就會變小了 因為新的股東 他都在股東大會裡面 有投票權 最主要 可能新的股東 會影響到公司的決定 因為他投票 可能 因為他都有投票權 到時投票 可能對其他股東來講 可能有不同 有機會影響到 因為他有投票權 所以你發行債券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那些 債券持有的人 是沒有 voting rights的 是股東大會 都沒有投票權的 那就不可以影響到公司的 勁政策 因為不能投票 第二個 發行債券 對 發行債券 因為買股 債券 股票的人 其實是公司的擁有者 owner 都是股東 甚至這個說法 會溝淡了 現有股東的擁有權 那個比例 重要性 但經常問 會增加那個 被人收購 就是being taken over 那個風險 發行股票 所以賣債券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因為就算你賣債券 給人 公司股權的分佈 沒有受影響 因為債券持有的人 根本就不是公司的股東 也都不是owner 所以也影響不到 現有的股東 那個擁有權的比例 就被人收購風險 就沒有影響到的 不會增加 我看看那個MC 你自己做了先 這裡就說 用一個public limit company的情況 公眾有的公司 誰是發行debentures 就是發行債券 給發行股票 去增加資金 集資 的好處 OK 你自己做了先 關了video 然後做好答案 先對答案 好 看看答案 A就是company can raise more capital 未必一定的 因為似乎你發行幾多 是不是 是現在問你 發行債券給股票的好處 B Existing shareholders have a better control of owners or the company 那就是 因為發行債券 影響不到 現有股東 那個擁有權的比例 所以呢 對owners 就控制多些 發行股票呢 因為你有新的股東 如果現在現有股東 一定會溝淡了 除非你現在 現有股東沒有買股票 買新發行股票呢 一定要溝淡了 現有股東 那個擁有權 那個比例 所答案我猜是B C The company can pay less to debentures holders Than to shareholders with Than the profit is more 那這個不一定錯 因為debentures 就是債券 它的利息是固定的 所以不可以給少些 就算利用少些 D It's easier to obtain more bank loans with the company issue more debentures ware than more shares 就錯了 反而難一點的 因為你發行多些的 debentures或者債券 Bonds 你們公司的債務呢 是多了的 銀行呢 就比較不願意 借錢給這家公司的 所以反正應該是 more difficult 才對的 所以應該是 是 B 沒錯 自己想一下問題 好 第二條 DSC題目 A public limit company plans to issue more bank for expenses 他打算發行多些債券 去擴張 For the existing shoulder 對現有股東來說 誰是一個advantages呢 去issue幫 ware than shares 其實跟剛才第一條類似 你自己做了先 接著先關掉影片 接著先對答案 好 看看答案 A accounts of companies need to be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這就不關於發文債券事 或股票事 不需要的 總之上市公司 只是需要 不等於發文債券 或股票不需要的 所以B A就 irrelevant B 你是priority in getting back the capital in the company's liquidity 這個就不關 就不是 因為 股東一向都是 被保護者遲些 才拿回錢 當公司清盤 liquities 所以就不受影響 C 應該是遲些 不是優先的 C the interest pay to the bondholder is lower than the dividend pay to the shareholders 這個又未必一定 因為 那個shelder 給收多少股息呢 是市民家公司賺的錢 還有 董事局的決策 利息 可以多 比幫助利息 可以多 少股東 都可以 如果派好消息 可以多 如果派好股息 如果派好股息 的話 可以 債券持有人得到利息 可能少股息 所以C就不知道 所以我猜是D The power of control over the company will not be diluted 這就對了 因為法人債券 你就不會多了shelder 債券持有人不是shelder 不是owner 影響不到公司股權的比例 就不會虛了 所以法人債券 多了股東 可能又影響到每一個股東對公司擁有權的比例 所以有機會大率還有一些現有股東的擁有權 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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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猜是D 沒錯 OK 看看還有沒有題目 好 最後 就說 怎樣 你投資 或者買股票 或者買債券 對小投資者 小投資者 買很少 有好處 對不好處 你應該買債券 還是買股票 其實各自有優點 看是否你想要什麼 你也有時候問一下 所以想問你 公司 發行債券 股票的好處 還是 對投資者來說 買債券 買股票的好處 第一個 就說 買股票的好處 給債券 當然等於買債券 給股票的不好處 相對的 第一個 就是 你買股票 又是Voting White 如果股票 很多大股票 所以想影響公司 決策 你就要買股票 相反 你買債券 你只幫著 你沒有投票權 這就不好處 想影響公司 決策 你就應該買股票 不要買債券 第二個 你的Return 其中可能買股票 還未 可能有機會 是很高的 為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 如果是 賺很多錢 如果決定 派很多股息 你收到的股息 可能隨時多 你買債券的利息 利息是固定的 買債券 但未必一定 這家公司 如果 是 虧錢 或者賺錢 但不派息的話 你就變成沒有股息 但是 potentially 我們叫做 有機會多些 相反 你買債券 通常你的Rage 反而低於 買 投資股票 因為利息是固定的 但公司 如果賺很多錢 又決定派很多股息的話 你得到回報 可能有機會 低於股票 但其實 究竟哪一個高低 其實都是 看公司 賺不賺到錢 以及 公司 派多少股息 所以這個 一定是對的 還沒的 不一定是多還是少的 然後看不好處 其實不好處就是 買股票比買債券不好處 看完買債券比股票的好處 相對 所以兩個一起來講 第一個 Return 或者投資的風險 是高一點的 買股票 因為你的Return 是unstable的 你的股息呢 可以沒有 或者很少 很多 通常你說 不穩定 不固定 通常unstable 風險高一點 所以買債券 風險低一點 因為你的利息一定有 還要固定 所以你想穩陣一點 就買 這個債券 你買股票是穩陣一點的 你投資風險 是低一點的 第二個 買股票呢 你到時你真的公司倒閉 或者清盤 你只剩下你的資金 有機會 是 但是 那些債券持有人 甚至乎 最常都沒有 就還了些債券 沒有了錢 相對來講 買債券 那些債券持有人 幫住戶 拿回那些資金 當公司倒閉的話 要提回倒閉 留意一下 是比股東shelder 是早一點的 有機會 拿回那些錢 拿回那些錢 機會大一點 所以你留意一下 你的風險問題 跟著 也都買債 買股票給買債券 有什麼好處呢 包括了 這個是不是重複了 Return是高一點低一點的 我剛才講過了 事業間公司有沒有錢賺的 可能可以低一點的 怎麼轉 這個是買股票給 買債券的不好處 你那個Return 那個Rate 可能會低於買債券的 但這些都不好寫的 寫剛才那些 公司如果沒有錢賺 或虧錢 通常沒有股息牌的 但是利息一定有的 要買債券 所以買債券給股票的好處呢 就是利息可能有高於買股票的 但這個都是沒有 所以都不是那麼好寫 未必一定的 我看看那個MC 你自己做了先 你要問你 最投資的角度 那你哪一個是買 這個Ordinary share 以前會考得分不同的 share 但現在 你們學的都是普通股 當你量水 你不用管的時候 都是買股票而已 比買debenture 就是買債券的好處 你自己做了先 跟著呢 先開個video 再對 好 A Return of Ordinary share 就是買share 是高一點的 未必一定的 因為現在公司 如果沒有錢賺的話 或者賺錢 決定不派息 或派好少許利息 你的回報 股息可能少於買債券的利息 A就未必一定對 Potential利就可能對 但這個不是Potential 有機會 B The market price of ordering share may increase while debt or debenture is fixed 都是錯的 一個市場價 如果兩個都可以 上市公司發行股票 大概都可以在公開證券市場裡買賣 但它的share 其實通常都 depends on 那個價格 depends on市場的需求 和供應 所以 未必說哪一個會增加減少 還有特別 Depentures 就是債券在公開市場裡 那裡的價格 其實都是視乎 對需求和供應 所以不是固定的 兩個都是有升有跌 C Shareholders Invest in the company as a lower risk than Depenture 那就錯了 應該風險 是高一點的 因為shareholders 雖然 它的回報 是不穩定的 但Depenture 或者債券 它的回報利息 是固定的 我說風險 投資風險 應該是高一點的 賣 股票 買share 最後D shareholders have voting rights in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Depenture 或Bondholders to lock 一定對 因為 只是股東才 在股東大會 即每年的週年大會裡 有投票權 Bondholders 或Depenture holders 就沒有 所以答案肯定是D OK 還應該對著第二條 第二條 又是自己做了先 To the small investor 誰不是一個好處 買股票 即不是化學 OVA Bond不是一個好處 你先做了先 Sake a video 做了先對答案 開個video對答案 好 Finger shelters may influence the company the firm's policy 這個是有機會的 所以是好處 買股票 但哪一個不是好處 所以答案就是A B shelders may have a higher return if the company earn huge profit 這個可能是 未 即公司如果賺很多很多錢 而它又決定拍很多很多股息的話 有機會 它會得到回報率 回報率 是高於買股票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對的 OK A也是對的 剛才說的 被影響 因為它有Voting Rights C The shelters have stable return 那又不是 因為Return 你覺得有好處 可以影響公司的政策 有多點權利 有投票權的 在股東大會 所以答案是誰不是的 好處 所以應該是C OK 好 講完了 第八話講完了 那記住呢 做功課 做好做Workbook 另外呢 記得交功課 有什麼問題 麻煩你 加上我的IG 或者Facebook 在那裡問我 在那裡問我